哈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宇峰村 今天我们准备就要出去 原计划今天是想徒步冰湖的 再想一下 确实这两天太累了 然后现在腰痠背痛了 估计那条路应该是走不下来的 对 那条路其实也挺难的 对 就是第一天从外面走到宇峰村 把自己已经弄得很累了 昨天徒步神铺的话也差不多了 其实神铺的话本来没那么累的 主要就是我们第一天去的是最难的地方 是的 今天宇峰的天气 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子的 像这个季节的话很少能出蓝天白云 但是其实这种天下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去往冰湖的话 就要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我们准备就徒步出去了 还要继续下去下到这个下雨峰 今天走的这个路线 难度就比较低了 我们先是3000的海拔 然后要走到2000的海拔去 全程也是10多公里 路相对比较平缓 然后海拔也不断在下降 所以说问题不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后徒步了 然后到了那边还要想办法坐车 坐到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去 现在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好了 我们就要出发了 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今天睡了个懒觉才起来了 真的起不来 好了我们准备走吧 对 走吧 今天起来浑身就是特别痠痛 对 走 我觉得以后我还要再来去徒步冰湖 这一次的话就放弃了 对 走 等来徒步四天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徒步三天了 也没关系 也还是挺棒的了 走吧 今天路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 走 然后今天背着行李 比头一天进来也要少很多了 走啦走 好我们就出发了哈 刚才问了一下老板 往尼龙方向走的话 有一条小路比较近 大概给我们指引了怎么走 就不用走到这个下雨崩去了 就不用下到那么下面 我说说只要走到下雨崩 这个坡路比较陡吗 还是有点累的 我特别不喜欢下坡 我那个腿痛和脚痛 全是因为下坡路走出来的 走吧 等下如果实在找不到 就问一下那个老板该怎么走 前往尼龙十多公里 老板说大概走四个到五个小时左右吧 那么到了话还是比较早的 我们今天出发的这个状态哈 我感觉肯定是走不到冰湖的 全身都痛 对 嗯真的很痛 行吧 按照老板哥们指引的这个路哈 我们就 继续往前走 说实话我真的不想 下到那下面去了 我突然上来哈 真的差点儿类似了 刚才遇到一个 哥们住一个客栈的 他们今天就准备坐车出去了 我们还是可以哈 其实他们很多人就是坐车进来 然后去徒步一下绳铺 然后坐车又出去 然后坐车又出去 因为冰湖的难度确实比较高 然后一般人也不会从外面徒步进来 所以觉得我们走出去还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但是往尼龙方向走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现在只要一下坡 我的小腿就会痛 然后走平路的话 就还好没什么感觉 今天其实走的路程还是比较长的 13公里好像是 再看一下雨泵的风景 其实这个雨泵村 我觉得还好 最漂亮的就是在徒步的过程中 往两个峡谷里面走 是非常漂亮的 天气好的话 远处对面就几个雪山 这条路就是老板给我们指引的 希望不要迷路 我有点担心 就是说不需要走到那下面去了 好像正常的就是走到下面 对走到下面 然后那边有个岔路 就往那个方向走 反正就一直沿着这个山谷 看吧 一直往那边走就对了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大路上了 这里写了一个 往左就是尼龙 对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走吧 今天应该是走的比较轻松 但是路程还是有那么长的 对看我们纪念钟能到吧 对 现在是12点钟 看5点钟能不能走到 对 我们还是抓紧一点 被天黑了才到 对 就走几十米的大路 然后就拐到这个小路 刚才专门看老板发的照片 就走这里 对 这了 走吧 哇 这个是真正的小路 然后顺着这个方向我前走就行了 也没啥插路好像 在大街和楼房 心中是骏马和猎场 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 不过就这样 天外有天有无常 山外有山有他乡 跌了撞了心 还是回老地方 有力与城市的同样 错过了心爱的姑娘 宣告世界的哪个理想 已不知俱向 对所欲为是轻狂 放不胜放是悲伤 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 我们沿着这个小路走 隐约能看见对面山下面那条路 看见了吗 那个应该就是常规的路线 我们等下继续往下走 好像有一个桥就要拐过去 跟那边那条路汇合 这条路上很多碎石啊这些 然后是土路 其实走的还是可以 蛮舒服的 然后前面 李虹带着奥迪走 然后把绳子给他解开的 训练一下他这个随形 看还是很乖吧 这两天这个随形啊 训练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 这样子带着哥哥一直走路 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训练一下 奥迪哈基本上就会跟着 黎虹身边一直慢慢走 也不会超过他 但是呢一旦把这个家伙给放开 他也不会跑远 但是他会走到前面去一点 奥迪你还等哥哥啊 还等他 这两天徒步雨崩春啊 我们收获了美景 然后和哥哥之间 增加了这种徒步之间的感情 然后随行也训练了 收获满满 哈哈 其实日常生活中啊 就各种机会 一定要把哥哥给训练好 因为如果你看吧 他如果到处乱窜的话 你自己也分心 然后他也有危险 就这样子跟在边边上 好好走 有空旷的地方 让他去玩 他就去玩 这种就是要专专心心的走路 这边这种碎势路 走着脚小心一点 容易崴着脚 好 其实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单独放开的话 都会很乖 但是两个一起给放开 就感觉有倍了 就想嗨起来 好 交换一下 把料放开 把奥利栓子 给我拍 料可能在前面引路还要 好 出发 走 你要慢慢走 慢慢 不准跑快了 把料给放开的话 他还是想走到前面一点 但他不会走很远 基本上可能离我们10米距离左右 你看吧 他走到前面去 然后回头等我们 对的 对的 你看 一整个月 吧 你看 一整天 有什么 很有趣 我 了 夏 真 我 我 你 曾让你心灯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又总的 爱情总让你渴望有感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云伤 滴滴滴滴等待 滴滴滴滴滴打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才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疗伤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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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哇 我们走到这边哈 风景真是太棒了 一直在这个树林里面穿梭 比对面那个风景要好很多 然后这边树林里面好多这种 你看野蘑菇好多 但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吃的呀 你看不是很鲜艳 对 我觉得长得像平菇 幸好我们走到这边哈 那边我一直看着其实就没什么风景 这边路稍微差一点 对 这边路稍微差一点 有碎石路 然后有土路 小心一点也没关系 走吧 刚看了一下地图 再往前面走不要多远的话 就要跟那边的路会合了 然后会合之后基本上就算是走了一半了 这边走的是蛮快的 基本上我们就没有怎么停过 好多野生菌啊 但是我也不认识什么品种 还是不要乱摘乱吃的好 万一属小人呢 但是这个树林里面这个蚊子特别多 哇 你看长得都是一样的 我感觉这种应该是可以吃的 野蘑菇 好 这边一路是很多这种 这种树倒过来 把这个路给拦着了 就从下面钻过去 这边好原始啊 我感觉这边走的人非常少 我们现在已经要走到两条路汇河的地方了 你看下面的水好极啊 然后这前面有座桥 我们先往前走吧 好 桥好像比较窄 我们小心一点 我看是个木头板板桥 对对对 但也不算是独木桥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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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所以我现在来签第二 雷虹签二里 哇 你看下面的水特别的急 这桥很累啊 小型那边没死 走吧 远看比较窄 近看的话还好 不然确实有点吓人过这个桥 我腿软了 我腿软了 没事 你慢慢走嘛 慢慢走 距离不长啊 不长 加起来的话我估计就五米的样子 有点啪啪的哈 走吧 主要是水有点太急了 对 深呼吸一下 穿过这个桥咱们就走到那边的那个路去了